哇靠 这什么虾呀 这也太大一只了吧 就感觉赶上一只波龙了 400块一盒 这只得100块了 我说实话 我感觉大家可能没吃过 我替大家试一下 说实话我不爱吃虾 但是我感觉大家可能没吃过这种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但这虾卖是真贵 一只将近100 但凡卖便宜一点也不至于这么贵 完了被诈骗了 它这表面两只摆得贼大 看了两只贼小 什么意思啊 不各位真的超级大 我这是一米稀有的手臂 这只虾真的赶上我一整个小臂了 这一只虾将近400克 跟一只波龙体重差不多 这也正好四只虾 今天我们就简简单做一个帝王虾试吃 大虾开背去虾线 接着来腌制一下 一点米酒 一勺黄冬龙辣椒 玉米淀粉 搂匀汤 对了像这些虾脚虾须是可以剪掉的 底锅炸油 油要宽一点 温温起来后 把虾放进去 微微起来 没有很起来 全程保持大火炸 表面炸至金黄 放上我们的蒜末 这蒜末提前水洗过的 再放我们的豆豉碎 辣椒碎 葱段 因为我们的虾太大了 我们需要反复这样淋焦 如果是小虾的话就不需要这样 蒜末杂质金黄 过滤倒搓 不要洗锅 跟它炒香料重新回锅 放上我们的胡椒粉 一点点酱油 炒出香味 再次洗锅炒油 这就是跟它炸虾出来的油 只用这就可以了 锅也不用洗 油温上来后 下入虾 放上姜片 虾脑给它摁一摁 摁出虾膏 两面煎虾后 放入一罐提酒 再盖大火焖三分钟 麦芽的香气 行家呀 下来开始调味 酱油来一喵喵 白糖来两勺 全程大火收到汤汁浓稠 收到这种状态 出锅 接下来天妇罗 这虾我们给它去壳 尾巴要留起来 用刀划几刀断筋 裹姜只用面粉和淀粉 和冰苏打水 提过加油 这还是刚才炸虾的油 再混合一点别的油 不然不够 油热直接放入大虾 哎呀这虾太大了 我刚才树的那形状也没用 炸到这种金黄的捞粗 没完啊 重新洗口锅加味淋 適量酱油 加白糖一勺 胡椒粉来一点 完全给炸烧开 这就是我们的炸虾酱 起锅烧盐 对到我们老样子 还是必须盐焗啊 放上皮肤上的香料 把盐炒热香料炒香 炒热的盐烙出一半 加摆上去 同样是之前帝王餐一样的手法 盖上去 转为小火 盖盖焗10分钟 哎呀今天简简单单啊 随便试个吃法啊 我说实话 我真不爱吃虾 但我说真的 就这一只虾一只一百块 我反正是没吃过 我感觉大家也可能 没有吃过这种虾 所以我先替大家尝一下 哇塞 各位看在这里面 满满的黄糕 看一下我们自己做这个酱汁 我不爱吃 各位 我就帮大家试一下 这虾怎么没味道 我再试一下 我果然很不爱吃虾 再试一下这个避风糖 哇 这个也是蛮高 拌你们这个避风糖的药 剁 各位 看一下这背后整个的红糕 怎么跟吃馒头一样 单独试一下它的虾糕 嗯 讲真的 各位 味道还可以 但是呢 它口感是没有新鲜虾 因为这种大虾都是冻 但它剩载肉多 不过它这虾还贵 一只一百块 我说真的 你们买一百块虾 按照我这些的做法 会比这种大的冻虾更好吃 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更适合看 不太适合吃 很好吃 我表情很痛苦 每吃一口我都感觉在胃虫嚼辣 这一下油闷了 这做法没毛病 但这虾大太老了 这肉它怎么做的不够脆嫩 也没有那种新鲜口感 只能说一般 再吃一下盐菊 看这虾肉 它也是一丝一丝的 但是呢 它这一丝一丝它是很柴 它不像我们之前吃那种地王线 它是又嫩又香又鲜 这一只盐菊的小虾 要比前面那几只大虾更好吃 肉会更嫩 嗯 好吃 好吃哦 就这次这虾 我的做法我建议能做 但这虾我就不建议能买 它就完全就是肉多 确实还真的一般 这种大的冻虾 我不太清楚 反正我买这个确实是一般 我们之前买的那个很大的生蚝 也跟这个差不多 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越大越好 你说是吧